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404集 正犹豫着却听那洞口立着的小姑娘发话了 喂 你们这些当兵的到底要做什么呀 还打不打了 领头的 你们谁是领头的 出来打话 被这样一个小姑娘指着鼻子问出来 还真有些不好意思 林婉容笑着走上前去道 嘿嘿 小妹妹 你好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都晌午了 快回去吃饭去吧 小姑娘看她一眼 呼的拍掌笑道 嘿嘿嘿 原来你就是领头的 我放大见你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想到你就是领头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这也能看出来 林婉容心中恼火 能叫你看出来的那就不是坏东西了 她嘻嘻嘻一笑道 我的名字很特别 大家都喜欢念 我姓舒 大名叫舒好 舒舒好 小姑娘叫了一声愁眉道 是有点怪怪的 下面的众将士早已捧腹大笑起来 徐志情走到她身边 轻捅她一下 称道 每个正经 连这么可爱的小姑娘都不放过 我靠 我他妈冤呀 明明是她不放过我的呀 林婉容苦着脸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小姑娘念了一声便已明白过来 小脸儿胀得通红 指着林婉容气道 你 你这奸臣 我饶不了你 奸臣 这名字倒是挺特别的呀 以前没人叫过 林婉容笑道 小妹妹 你弄错了 我是忠臣 大大的忠臣 全大华人都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呀 说来哥哥听听 小姑娘哼了一声不答她话 徐志情和蔼道 小妹妹 你不要怕 这位哥哥只是长相可恶 心底还是不错的 你叫什么名字 告诉我好不好 小姑娘看了徐志情一眼 脸上站出一丝笑容 姐姐 你真好看 我叫李湘君 李湘君 这名字儿熟啊 林婉容脸上挤出一个可亲的笑容 湘君小妹妹 这里就是御德作法 小姑娘哼了一声 什么御德作法 是御德仙方 你这人 怎么一点学问都没有 是是是 我没学问 林婉容摸了摸脑门子上的汗珠 被人骂成没学问 这还是开天辟地第一走 徐志情和杜修园诸人偷偷地忍住了笑 看林大人吃饼 这可是少有的事儿啊 小姑娘气鼓鼓道 刚才是你打泡红我们的山门吗 如此残忍的世界 你怎么做得出来 哪里哪里 小妹妹 我们只是放几个炮仗 向贵房致敬 林婉容嬉嬉笑道 对了 小妹妹 能不能向你打听一个人呀 你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聪明 相信你一定知道 知道也不告诉你 李湘君哼了一声 神态无比坚定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一定认识萧清玄的 是也不是 林婉容故作轻松问道 手掌却不自觉地抓住了徐志情 手心里溢满了汗珠 小姑娘神色一喜 你 你认识我师姐 林婉容头脑中轰的一声爆炸开来 眼眶渐渐的湿润 将徐志情小手捏得生疼 徐志情痛得脸色发白 但见了他激动的神态 似乎也被他心情所感染 便自咬牙忍了下来 林婉容声音中带着微微颤抖道 我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他 他是我最重要的人 小师妹 这清玄在哪里 你能不能告诉我 得知这叫李湘君的丫头是清玄的师妹 他忙不迭地将称呼也改了过来 李湘君横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师姐说了 这世上的人多是欺世道明之辈 真性情的难得几个 连文宗的柳师兄师姐都看他不重 更何况是你 一看你的样子 就知道你不是好人 文宗柳师兄 他是干什么的 林婉容一惊 嘿嘿道 长得有我帅吗 小姑娘不屑看他一眼笑着道 我师姐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 文才武艺都是天下无双 那柳师兄是文宗第一才子 人生的貌似攀安 风流倜傥 对师姐也是一片痴情 虽吕遭拒绝 却痴心不改 哪是你所能逼你的 想追我老婆 林大人听得勃然大怒 这世界上 还有长得比我帅的 那他不是妖 便是人妖 这个柳师兄叫什么名字 家住何处 身高挤着 我去会会他 文斗武功随他挑 打得他找不着娘 李湘君听得咯咯娇笑 小脸在手上滑了两下道 吹牛吹牛吹牛 柳师兄文采风流天下第一 连老院主都夸他骨骼清秀 乃是人简 你怎么能与他比 文采风流天下第一 妈的 吹牛都是不要本钱的 林婉容笑了一声 小师妹 你知道徐文长徐先生吗 这位柳师兄与徐先生相比如何呀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道 这个 徐先生乃是领袖天下的俊杰 柳师兄还未下山与他比试过 疏忧疏裂 字还分不出来 不过 我相信柳师兄是不会输给他的 靠 原来你所谓的天下第一 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呀 林婉容嘻嘻笑道 小师妹 我也是天下第一风流才子 你信不信啊 小姑娘切了一身不屑道 说你是天下第一厚脸皮 我倒相信 徐指倾听他们一大一小 豆嘴扑吹一声笑了出来 这位小妹妹真是一语中递 正看穿了林三的本质 林婉容老脸一红 不和小姑娘瞎扯了 自怀里摸出一个小皮 微微笑道 小妹妹 你认不认得这个呀 这个叫做兰花香水 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藏 你 你怎么会有这个 李乡君吃了一惊 兰花香水是师姐的精灵所得 他说是世界上独独一份的 你从哪里得来的 林婉容猴中哽咽 缓缓言道 你将这个拿给他 就说 当图山上 遇佛四前 七月初七 夫妻团圆 小姑娘跃跃欲试 强忍了半天 终于开口 小声道 你来得晚了一步 师姐方才回来 被院主叫去虚化了 院主 林婉容试探道 院主是不是宁与兮宁仙子 住口 李乡君小眼一瞪 我师父的名讳 哪是你能叫的 他神色一暗 接着道 我师父是五宗宗主 院主乃是文宗出身 掌管文武两宗 原来宁仙子就是清玄的师父 难怪他要那般维护清玄 听小姑娘的意思 这玉德仙房的宗主 原来是学文的出身 他找清玄去做什么呀 你真的是师姐的朋友吗 李乡君突然问道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林三的 林婉容忙不迭地点头道 认识 这么帅的人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你找他做什么呀 小姑娘一咬牙道 我要去杀了他 都是他害了我师姐 小师妹 你说得清楚的 他怎么害了清玄 林婉容眼角自立 大声言道 李乡君小手抹泪 我师姐上次从精灵回来 人就完全变了样子 憔悴了许多 也消瘦了许多 有时候愁眉苦脸 有时候又偷偷发笑 手里时刻都不离开那瓶兰花香水 师父觉得奇怪 便到精灵去了一趟 回来之后才知道 原来是那姓灵的 祸害了我师姐 师父一怒之下 下山去杀顶三 师姐得知之后 当场便急得晕了过去 林婉容听得眼眶通红 捏紧拳头道 小师妹 请你帮个忙 带我去见清璇 我一定要见他 忘记他眼角自立的样子 李乡君吓了一跳急忙摆手的 不行不行 院主有令 未经允许 任何人不得探望师姐 围着逐出山门呢 我去探望师姐 都是偷偷摸摸去的 再说了 你又不是省房弟子 根本进不得山门 更别说见师姐了 您正在收听着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不是圣房弟子便进不得山门 林婉容冷冷一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若是皇上来了 也不让他进去啊 见他气势逼人小姑娘道 若是持有皇命 自令当别论了 那好 林婉容掏出一面金牌 大声道 金凤皇命进入圣房 请小姐行个方便 须知情扫了一眼 这金牌正是临去山东之前 皇帝所赐 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 李乡军犹豫了一下 轻声道 各位稍等 容我请示一下 他转身去了一会儿 不久便回来 公公静静道 圣房恭迎清差驾临 林婉容正要顺着云梯而入 杜修元急忙拉住 他小心翼道 将军 小心有诈 我带弟兄们和你一起去吧 林婉容纵声大笑道 各位队友放心 我有皇命在身 这宇德仙法 难道还敢造反不成 徐志情一摇牙道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要见识见识 这世上第一的儒家大道 这丫头的性子绝强 想要拒绝也是不成 林婉容无奈一笑 随她了 待他们二人钻入洞口 李乡军带着他们拾集而上 原来这御德仙坊 便矗立在御佛四边的峻峰之上 三面环水 唯有一面着陆 入口就在山下的卧佛当中 山谷陡峭齐峰林立 轻松翠柏环绕 云雾渺渺 仿佛云中仙境 林婉容第一次寻访御佛四时 遥看的琼楼玉宇 正耸立在这绝峰之上 直如天上宫去 林 林大哥 小姑娘李乡军突然开口 窃窃窃叫道 林婉容一齐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李乡军道 师姐说过 若有一天 有人不择手段 不惧生死闯入山门要见他 那这人定是零三无疑 林大哥 师姐待你 便如同这轻松苍白 你要是辜负了他 我李乡军宁愿不要信命 也一定斩你于剑下 跟在他们身后的徐芷晴 悄声一叹 林三说得不错 最了解他的 非这位萧小姐莫属了 林婉容放声大笑道 哈哈哈哈 人之一生 有可为 亦有可不为 施乱中气 抛弃弃子者 人生共分之 李乡军的一点头 在一刹路处 犹豫几分 呼得一咬牙 轻如狸猫般 拉住林婉容 林大哥 这位姐姐 你们跟我来 不要出声 这是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 上到半路处 便见一个桃花盛开的园子 李乡军呼得停住脚步 四处打亮了一眼 见无人注意自己 才点点头小声道 林大哥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里边的桃园 便是师姐平日里 最喜欢的地方 你进去碰碰运气吧 她停了一停 欲言又止 良久才轻叹一声 你今日来得巧 天佑师姐 若是错过了今日 你们夫妻 便再也没有缘分了 什么意思 正要拉住她问个究竟 李乡军却早已跑得远了 这是一处小小的院路 唯有一个小小的拱门出入 在园外摇看 几株大树自园子里探出头来 开得甚是繁茂 徐止情犹豫了一下 缓缓道 你进去吧 你们夫妻团聚 我不该打扰的 清玄会在里面吗 能不能见到她呢 林婉容心中 砰砰急跳 仿佛回到了第一次 与女朋友约会的夜晚 不同的是 清玄是她一直牵挂的 妻子与知己 尽相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这种感觉 幸福和痛苦 都会让人窒息 林婉容缓缓向前走去 徐小姐看着她的背影 心里又酸又毒 难以形容的心情 林三 她突然开口叫道 林婉容急忙转过身来 笑笑道 你还是跟我一起进去吧 我介绍你们认识 徐小姐坚定地摇摇头 悠悠道 你们夫妻团聚 我去做什么 你若是见到了肖小姐 便不要出来 若是见不到她 你便快些出来 我在这里等你 她语音柔软 声音细小 那柔弱的样子 与平日的干练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只是这种情形下 林婉容也没有功夫在意了 林婉容点点头 脚步重欲千斤 缓缓向前行去 须止情呆呆望着 她眼中泪珠闪动 山风吹动 她的长裙轻舞飞扬 游心极深 她身体微微发抖 嘴唇捏如几下 不见不散四个字 自她口里吐出 微不可闻 只有她自己能够听见 进了园子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满园的桃李 遍地洒满缤纷落荫 红的白的黄的 七彩的花瓣如同纷飞的花雨 在空中摇曳着飘落 绚丽夺目 绝风顶上的桃花 竟然开得如此鲜艳 想起清玄所作那幅落花图 她心中一阵的抽搐 仿佛看见了落日中 清玄独作院中 鲜首威阳 清洒桃花的落寞情景 轻轻一掌 积在树干 盛开的桃花 飘飘洒洒 落在身上脸上 淡淡的芬芳扑鼻而来 她缓缓而行 脚步直踏园子深处 帮走了几步 抬头一望 顿时如遭雷击 身形停滞 再也动弹不得 一个身形曼妙的女子 静静坐在园子中央 落英缤纷 映衬着她如玉般 晶莹美丽的脸颊 微风吹起她鹅黄的衫子 长长的绣发随风轻舞 恍如初晨的仙子般 轻力脱俗 她鲜鲜束手微微扬起 捉起那片片洒落的桃花 璀璨的泪珠 自她秀美的眼角 缓缓躺下 喃喃吟道 莫小春来迟 蟹鱼百花枝 碎碎种桃花 开在断肠时 一个清朗而低沉的声音 在她身后响起 陌生而又熟悉 肖清玄浑身一颤 手中紧握的香水小瓶 巴搭一声 吊在了地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您的收听 感谢观看